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请点它 点档案总管 其实就是文件夹 然后第二件事情 请点下载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超市范例 对不对 就看到了 好 那请问你 现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是不是只有关Office 2016 所以如果 你想要开启这个档案 那就快速点两下就打开来了 所以我们快速点两下 超市范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开启超市范例 好 从2016年之后的这些档案 如果当你从网路上抓下来的档案 你要开启它 你必须要先完成这个 启用编辑 各位 我们现在就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 而且我只输入了一个字 然后接下来点选书扭分析表 选了书扭分析表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直接 我这边先打一个字 然后再选书扭分析表 第二个动作做那件事 第三请你点确定 记得住吗 记不住你就写 一 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你想要输入执行的动作 这边输入一个字 书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 就是要点那个书扭分析表 第三件事情 就是点确定 在接下来第四件事情 你就勾选 订单日期 第五件事情 就点销售额 第六件事情 就点书扭分析图 第七件事情 就点确定 可以吗 这件你要当作是尝试 因为因为我们最后是期待 希望教你做出很多的资料分析 可以吗 回归到我们的主题 就是资料分析 所以我们也是拿书扭分析来去做 然后做什么资料分析 六个动作 请你们来挑战一下